那些烂掉的植物要被分解啊 對不對 你們可能到 數學再多一點點的時候 你去學算那個 分析它的速度的時候 你就可以算到它的技巧值的時候 就速度的技巧值 所需要的時間的技巧值 它就可以發現這個路徑會最快回答 那這種光的路徑就是這樣 光的路徑就是輸入了這個結果 你這邊的速度跟這個速度比較不一樣的 只要不一樣它就會產生折射 所以簡單來講 這邊的性質跟這邊性質不一樣 這叫做折射率 我們畫一下法線 這邊是入射角 這邊是折射角 你的路徑角跟折射角之間的關係呢 它會形成一個關係 這邊叫做折射率 折射的關係 折射率比較不相同 折射率是什麼 自從真空來順一樣 因為真空的速度是最快的 所以真空對空氣有個折射率 真空對水有個折射率 真空對壓克力有個折射率 真空對塑膠有個折射率 真空對牛奶的折射率 那對不同的界頭有個折射率 但是呢只要兩個折射率 是相同的東西 它放在一起 這個折射率跟這個折射率是相同的東西 我聽說光從那邊打下來會不會折射 不會 就不會折射了喔 折射率相同表示光天內速度 跟光天內速度是一樣的 這時候光會怎麼找 它就直線寫定 它就不折射了 它沒有才能折射 那光如果不折射會發生什麼事情呢 就不折射 我們看不見這個東西存在 假如現在中間放個物體 這個物體的折射率 光最大的折射率 跟空氣系統一樣的夠 基本上我們放這東西 就覺得它就像空氣一樣 所以看不到它的存在 你懂的意思嗎 空它一直沒有啦 但是跟水一樣的是有 比如說它也不會反射 反射就是 反射不會 不會反射 它就它那個介面 介面就基本上這樣 我們曾經有一個 網路上 下次我把旁邊投影機再開開 在有一個時間它就用水 水跟 就是水 甘油跟玻璃的折射率是一樣的 甘油是一種液體 它把那個玻璃先放在一個杯子裡面去 一個頭像或是什麼東西 玻璃的雕像放它全進去 然後你看到玻璃對不對 然後你把甘油放進去的時候 那甘油會覺得那玻璃不見 好帥喔 那玻璃就不見了 為什麼 因為這玻璃跟甘油的折射率是一樣的 所以那玻璃不見了就消失了 這是你的 我到時候 放在那個 在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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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夜 我們在十夜 但是我們要甘油 我們現在沒有甘油 甘油很難買 甘油不會很難買 要花錢買 但是買了就沒有別的功能 甘油是一種 這種純類 甘油的功能 我不是很確定 甘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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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是油脂跟那個 甘油 甘油 甘油跟油脂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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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折射知道原因 但是你知道嗎 在課本上他用一個說法 他說折射 有時候不想說折射到底怎麼折射 他比較難分辨 他就說我們假設想像一下 光是一個車子 四個輪子的車子 所以當光線呢 從比較快的戒指 到慢的戒指的時候 他怎麼走 你想想看 我這邊車子走下來的時候呢 我這個輪子是不是 我右邊的輪子先撞到 撞到慢的戒指 我右邊的輪子被減住了 所以這個車子怎麼走 會往那邊走 往右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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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下面轉 我這個輪子變慢 撞到他變慢了 撞到他都往這邊走 對不對 你不用這種方在想像折射的方向 這樣 懂意思嗎 懂意思嗎 那反過來講 我如果光頭一過來的時候 會怎麼樣 左邊的輪子變快 左邊的輪子變快 對 所以怎麼轉 就是會從這邊轉 直右邊的輪子 直往這邊轉 那懂意思嗎 對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水 一樣的道理 所以呢 我現在從 從這邊打 我從這邊打 你可以看到 轉差不多了 轉差不多了有沒有 對 對 光在那邊 在左邊 那邊有沒有看 轉差不多了沒有 我現在對我來說 再垂直一點 垂直一點 往上對不對 到這個角度的時候 你看 光有沒有出去我的水面 有沒有出去我的水面 有 有出去嗎 沒有 正上把你們出去 你看看 你看看 我的手 讓他能見嗎 那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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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這個角度再大一點 這邊還有 再大一點 那如果小一點 小一點 到這樣子 光不見了 這邊沒有光 有知道意思嗎 光全部都折到下面去 這邊沒有光 有看到嗎 這邊沒有光 你看我再大一點的角度 光得出來對不對 光得出來 我現在角度變小 光不見了 為什麼 光都不見了 我這上面沒有光出來 這水面 它沒有光 沒有辦法透出這水面 怎麼辦 怎麼想像這個事情呢 這叫做全反射 這叫做全反射 全反射 全反射在目前的生活上 非常用很多 來 你看一下 所以呢 假設這個光 我再斜一點打 會怎麼樣 它就是彎下來 我看到滾 能彎下來 好 我再彎一點呢 它是這樣子彎 光到那裡 我的光這樣過來之後呢 它倒進去 對不對 那是不是有可能到 弩的角度的時候呢 它剛好貼在這水面 出去 有耶 那再往下面再多一點點呢 反射 它就只有反射 它會不會折射出去 它折射不出去了 對不對 這個點 就只有全部反射進來而已 它就沒辦法折射出去 它沒辦法折射出去 所以從慢的到快 會有這個地方 就是要全反射的角 要全反射的角 全反射的角有什麼好處 看到全反射的角有什麼好處 我們可以確保所有的能量 都會反射在裡面 都不會跑出去 也就是說 我們現在常常用這個東西 叫做光斜 我們都知道 假如現在打的光 打出去了 你看我可以打到樹裡怎麼樣 沒有 沒有 先剛樹裡 看不到嗎 再給我看一下 好 我可以打到樹裡裡面去啊 好厲害喔 好 好 樹裡裡面啊 可是你的光是綠色的樹也是綠色的啊 樹裡裡面 按那個地方樹幹上面啊 好 有沒有看到 沒有 沒有 有啊 有啊 你是用激色的關係看不到怎麼樣 我會擋住 有嗎 樹裡裡面 哇 你要圓圓一點看 樹裡裡面啊 有啊 又看到玻璃 你就看到看到樹裡 有沒有看到玻璃 就看到你看到棕口 有嗎 有嗎 好 樹裡裡面 整個光 可是 就像雷射這麼強的光 我在空中這樣打 你那麼可以打 這光可以飛 十公里 不行 不行 它被空心中的各種藉此 會突然打到 好了 但是有個東西是可以的 我們如果打到光纖裡面就沒有問題了 光纖 光纖是一條玻璃絲 是一條玻璃絲 光纖只是一條玻璃絲 很細很細的玻璃絲 玻璃絲跟外面玻璃基本上透明 玻璃透明 它不需要外面去除上一層 像鏡子一樣都不需要 那我的光打進去的時候 光打進去的時候 我只要大於這個 就是大於這個全反正強 我這個光進去它會跑不去 不會喔 它已經一直反射 它已經一直反射 是完整的全反射 所以它能量基本上不會暫時 它能量不會暫時 它可以跑很遠的 現在裡面有雜質 裡面沒有雜質 玻璃裡面沒有雜質 這玻璃要做得很好 所以光纖很貴啊 光纖的雜質要弄得很小很少 基本上拿著很少 它不太多 那邊 那邊 什麼 總路啊 下一張就做網路了 傳遞訊號 你知道光纖最遠可以從 美國接到台灣了 走過太平洋 走過整個太平洋 很遠 很遠吧 對啊 所以目前的那個光纖啊 那個海藍都是光纖 就玻璃去抽層絲 抽層絲 但它這邊不能間斷 對 光纖拿來傳遞訊號 傳遞光的訊號 好 它用的道理 我們剛剛講的全版的道理 你說什麼 就根本 什麼 訊號 訊號有很多種 有網路訊號啊 有電話的訊號啊 有電報的訊號 各種不同的訊號 它那邊可以發光 它會出光子 什麼 可是我那邊可以發光 它會出光子 你講那個是一般是塑膠的 它是做簡單的燈飾 像一朵畫一樣 然後像尾巴的地方 就是光線到尾巴裡面會發光子 那也是玻璃做的嗎 一般都是 那一般是塑膠做的 那是玻璃做的 玻璃做的是玻璃 玻璃 它能夠透光於人好 它才不會像剛剛進口講的 裡面有雜質 會阻礙它的光線 可是好像現在是不是好像是嚴重 就是用光來代替電子做的 對啊 光也是電子做的一種 我們上次講過了 但是 光的好處是它是指向性的 光是指向性的 光可以指向性的 那電子波現在也是指向性的 電子波會輻射較多 而且電子波也影響不到 所以它在叫Li-Fi 現在叫做Li-Fi對不對 Li-Fi 它叫做Li-Fi Li-Fi Li-Fi用Li-Fi Li-Fi Li-Fi 用光 它只是一個簡稱的說話Li-Fi 那它是用可憂的來代替 但好處是不用再附線 不用再去拉光線 拉電眼線 就做這些 好 那我們現在知道折射的道理有沒有 折射到底知道了嗎 它就會折射 光經過 任何一個波 經過不同的界線就會折射 我們比較常看到 譬如像簡單來講 影像經過空氣 有一層折射 為什麼空氣會折射 影像會有不同物質 裡面有不同物質嗎 空氣有不同物質 所以空氣有分 這層是A空氣 這層是B空氣 這樣成嗎 要怎麼樣分 是怎麼樣分 蛤 夏天的時候 有時候我們在路上 我會看到學院的國路 有一攤 人家鏡子一樣 很像水一樣的東西 對不對 這樣不是水喔 那是什麼 反射 反射 它是反射 地面本來是比較慢反射 可是當你變全反射 才感覺像水 不是全反射 感覺上它是比較完整的 反射的時候才反射 就是這是一個平面 這是一個平面 假設有光照過來的時候 然後呢 我看到這邊是慢反射 那光是這樣子 斷氣八糟打的 這一塊的地方 我們就會看不清楚 像這個地板一樣 就覺得這是粗糙的平面 可是當我們看到這個地方 這光都是這樣子打過來的 我們就覺得這一邊是怎麼樣 這一塊是怎麼樣 是平滑的 很像水紙一樣的東西 喔喔喔喔喔 如果到這邊來又是慢反射 又是慢反射 沒有覺得這是粗糙的 可是為什麼有一塊地 夏天的時候有一塊地 圓圓的地方 會覺得有一塊地 像是水一樣 為什麼 因為它有反射的 為什麼它有反射的現象 因為有光啊 能量 它哭得很好 它哭得很好 哭得很好 可是當你撐開 你撐開那邊之後 就覺得都不見了 沒有那個東西 從那邊看起來 是同樣的角度 是角度有關係 但是天氣有光很大一角 事實上是因為天氣太熱 我有度很熱 空氣在那邊是真的有一樣的 沒有 對啦 我有度很熱的時候呢 我有表面在那裡的空氣 也跟著被加熱了 空氣加熱之後呢 空氣的密度不一樣 空氣的特性不一樣 這時候呢 它裡面的折射率就不一樣 它折射率就變成不一樣 空氣加熱的時候會變得很結合 不是 它就是跟旁邊的空氣 會有折射率不同 就變成熱空氣 就是因為折射率不同 當折射率不同的時候呢 折射率不同的時候 我們就知道 光晶溫不同折射率的界面 就會產生什麼 就會有反射現象 那這是一層空氣 空氣的光滑度比地面的光滑度好 所以它形成就會變成折射 然後就形成一個反射 所以 所以 沒有錯 在一層折射 所以它有很大的角度 如果是太輕的時候 那個角度 會直接打到下面的折射率 在反射上 所以你就看不到那個 反射效果 看不到反射效果 你就覺得地面是粗糙的 好 這是這樣的效果 那另外的地方是什麼 有時候我們看到海滋滲 有聽過海滋滲 我們在台灣早看到 現在是什麼 那種水的補起來 就是如果看到 我覺得它比較不像海滋滲 一般海滋滲的說法是說 遙遠的都市 經過空氣的折射 往你眼前來 感覺上就在你前央 所以你往前方折射 你想要找那個城市 基本上不到 那個城市不在這裡 那折射從遠方的影像折射過來 那怎麼會有這種情形呢 通常是因為空氣 在沙漠四方 沙漠的上方的空氣 也會有不同的溫度 不同的溫度 那我這邊有個都市 你人在這裡 那我的空氣 進入過不同的空氣層的時候 我的光線會產生折射 那這折射會這樣慢慢再繞回來 到上你的眼睛 所以我們看到說 好像這邊有個都市 在這邊 事實上這都市是在遠的地方 因為折射過來 會有一點在天窗 會有一點在天窗 會有一點比較高一點 因為沙漠霧茫茫的 都是沙子 那你看它遠方有一個都市 你會不會 有時候在有起又渴 你會有滅的時候 你會覺得說 反正就在那個方向 所以他們離長他到處的方向去 那本來應該是在這邊 也許在那邊 但沒那麼近 對 對 那理論上它是看不到的 原來是看不到的 如果你看不到 你覺得它很遠 看不到就覺得它很遠 你就不會超過方向走 可是變成這樣你看得到了 你又覺得它 這還是什麼好東西 還是這種是 有時候會搞定它是一個希望 是錯誤的希望 可是當中沒話 就知道他哪邊走 對 你知道越走它會跟著你的距離 越走它越近 它也會改變 只有人走 對 只要跟它一走就會到 欸 印象不會到 它會帶你脈像死亡 那接下來我們講一下那個 既然我們要折射 我們來講一下透徑 透徑 記得我們剛才講過 透徑 有分哪幾種 突透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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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什麼透徑 突透徑 突透徑 這個如果突透徑 再去一半的話 這是什麼透徑 怎麼樣的突透徑 突透徑 這樣 平突透徑 那如果是這樣子呢 這樣怎麼進 突透徑 突透徑 那如果是這樣子呢 凹透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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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如果再誇張一點 這樣子呢 突透徑 突透徑 這是出的凹透徑 凹透徑 凹透徑跟突透徑 怎麼分 旁邊跟中間 旁邊跟中間 旁邊比較厚 中間比較薄的 就是 就是凹透徑 旁邊厚的 中間薄的 就是凹透徑 知道意思嗎 畫個正常 比較常看到凹透徑 是不是應該是長這樣子 這是凹透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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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錯 但是這是凹透徑 對不對 然後如果是這樣子透徑呢 平凹透徑 平凹透徑 好 有問題 我們的眼鏡 現在戴眼鏡只有兩個 現在戴眼鏡 這個凹透徑是什麼 凹透徑 是凹透徑嗎 是凹透徑嗎 平凹透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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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呢 基本上一點點 一點點圓 比較像凹透徑 那個 鋸的眼鏡是怎麼樣 怎麼樣凹透徑 平凹透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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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的凹透徑 比較深啊 你可以從我中間的凹線的程度很深 就可以看到 旁邊越厚的就是 它就是比較厚 它就是比較深的 好 那你們解釋一下 他們後勁的聚焦跟散熱的結果 好 好 往下一個 啪啾 你現在自己出透徑 出透徑 我們看一下 好 這是中間的靜心的線 通常如果弓線黏著這條線鋪好的時候 到這邊 會不會有折射 會 會 會有折射 但折射角度是多少 好 中間是垂直的時候 好 看一下 我光線如果這樣進來 這是快的 這是慢的 光線會偏這邊還是偏 偏 左邊還是偏右邊 左邊 對 左邊對不對 好 那我如果光線往這邊靠 靠到這條線的時候進來 我的日路設角 是0度的時候 請看光線會折射 如何 不會折射 光線是直直下來 對不對 就直直下來 有問題 沒有 所以我當時垂直的時候 這邊就是直直下來 它這邊有折射角的 路設角 0度 折射角 0度 結果這個是特例 90度都是特例 所以我光線如果這樣過來的時候 經常經過這個靜心的時候 會不會有折射 不會 不會 光線是這樣過來的 有問題 就這樣過來 好 那我光線如果是從這邊過來呢 會怎麼樣 好 好 這邊是沒有角度的 就會轉身 馬路 馬路 馬路會怎麼樣 馬路會 摘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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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就是 摘像 小胧 它是偏向法線還是遠離法線 偏向法線 光線是這樣過來的 光線是折過來的 折過來要折第二次 這邊又是一個平面對不對 我們要把線畫過來 把線畫了 然後我們光線如果持持手是這樣走的話 它會靠近法線遠離法線 遠離法線 遠離法線 遠離法線就是往哪個角度 要一直跑而已 就往哪個角度 往哪個角度 往哪個角度 它會靠近 往下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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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看 我們平行路線的光線經過路透鏡之後 經過兩次的折射 會有聚焦的效果 所以這就是我們講的 從靜心的位置到這個地方 這就是叫做焦距 這一點就叫做焦點 有問題 有問題 Foc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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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焦距 焦點 就這樣來的 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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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確定沒有問題 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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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所以這是我們的杜透鏡 那我們先講一下杜透鏡 杜透鏡的焦點 所以杜透鏡的跑步是什麼 杜透鏡的功能是幹嘛 杜透 可以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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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咧 還有咧 同樣的道理 假作這邊放光線 放個燈泡 燈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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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燈泡通過這個透鏡會怎麼樣 會變成平行 會變成平行的光線 它前面被放大 是平行的光線 事實上這個東西 就是發生在這個雷射筆裡面 雷射筆裡面 它的雷射光出來的時候 也是一樣是四面八分的 看這種 看四面八分 那在前面呢 它有一個透鏡 如果把這個光線 放在透鏡的焦點上的時候 它經過這個焦點 它出來就趨近平行光線 平行光線可以打很遠 就可以打很遠 上不停 這是 突出透鏡 好了 那我們來解釋一下 澳透鏡好不好 可以嗎 好 突透鏡呢 道理知道了嗎 可以了 澳透鏡到底知道了 好 我們解釋一下 突出透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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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打很小力 所以我們解釋一個 就取代其他的 布 剪刀 剪刀 不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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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問一下 球啊 一個球 球 是 是 突透鏡嗎 球 就是突透鏡 突透鏡 蛤 突透鏡 我們這邊有 玻璃球 試一下玻璃球 突透鏡 突透鏡 Technology 你買過,你錢 很小啊 小 你很小 你太有 雙瘩了 得到錢餵你吃了 啊 好小 你 站起來 你就鐵 傷害生命 不好吃 你吃了 有人跟他聚焦嗎? 沒有 沒有跟他聚焦嗎? 沒有 聚焦一個點,他本來是小的 我這麼近,本來就是點 點變小了 點變大 點變小 你說點有變大 假設我現在就足夠近了 沒有啊 來看一下 我光線平行入色的時候 我會聚焦在焦點 然後呢,在圓裡會怎麼樣? 在圓裡會怎麼樣? 在圓裡會怎麼樣? 在圓裡會散掉 在圓裡會散掉,就這樣子 對 他看的光很累 然後眼睛會不舒服 對呀,我會不舒服 好 這是不同的豬肉液嗎?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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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另外一個靠近 看一下 是 有 有 有 可是我不知道 聚焦是 然後 好 嘟 可惡我眼睛了 好他的膠點在這邊 最小的膠點 有沒有看到 有 那在圓點的地方 它就散開了,就是回到這個位置的 所以它的焦距大概只有這樣 它的焦距大概只有這樣 這個距離重的焦距 這沒有什麼去不去的問題 這是每個不同的透鏡的設計 它有不同的需求 好 那我們來講一下奧穆器 平度透鏡,基本它的一次折射 它第一次的折射沒有效果 它這一次的折射沒有效果 因為它垂直入射,沒有折射角 從另外一邊的第二次效果就沒有明顯 好,我們現在要平度透鏡 再平度透鏡 我光線,如果是從這邊過來的話 第一次沒有折射,對不對 我是經過第二次才折射 而且是我 往那邊 我們先放出它的反線,對不對 我馬線上過來之後,就是我們的光線 所以它是往哪邊 往外面 往外面嘛 往外面嘛 就是往這邊走,對不對 對啊 不是喔 不然呢 那邊比較快 玻璃上是慢啊 空間是快啊 空間是快啊 那到這裡啊 對吧 這是聚焦還是聚焦啊 對啊 那從另外一邊 那從另外一邊你看喔 光線紋上進來 就看到這個點上 好 現在在點上就是把線嘛 我光線如果是沒有折射的話 就這樣過來 那它遠離把線是折射 他沒有把線 我靠近嘛 只是往下 對 往下進入它第二次折射 好,再第二次折射 光來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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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太不光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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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膩 沒有膩 我還是有膩 OK 對 好,我們來看一下奧頭鏡 奧頭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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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p 光線進來 現在起來哪? 因為我把它關起來 不要動我東西 光線進來 我經過這個扣勁的時候 我先把平面畫出來 那接下來畫什麼? 法線 法線是腿,對不對? 好,接下來呢 我們看它是靠近法線還是遠離法線 遠離法線 遠離法線 從快到慢呢 靠近法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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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靠近法 дела 靠近往往 靠近 靠近 所以我們說 多掃聽基本要是什麼? 散攪 是散的 不然它靠近 散開了 我把光线散开 那散开呢 让它们焦去 我们如果人在这边看的时候呢 我们人在那边看的时候觉得光线从哪边来 是不是觉得光线是从这个点来 觉得光线从哪边来 所以变小 不是变小 先不考虑变小变大 会觉得光线从哪边 明明是平行光 从浮现远来的光线 经过凹凸镜之后 这是这个凹凸镜 结果凹凸镜之后会觉得光线其实是从 比较近的地方来的 从这个比较近的地方来的 所以我们就说这叫做虚焦点 虚焦点 虚焦点 先把你跟点一拿下一点 好 这样虚焦点 拿下一点也要 那这样子 变小 变小没有错 那我们先不管变大变小 因为变大变小是另外一个说法 但是我们先看光线来的位置 我们觉得光线从哪边来 我在这边看觉得光线是从这个点来 对不对 我这边看的时候觉得光线从这个点来 可是光线明明从哪边来 明明从无限远的那个点来的啊 所以这就是另外一个焦点 可是这个焦点是想象出来的 所以我们脑袋也想象出来 不是真正的 是不是真正的 光线没有通过这个点 光线没有通过这个点 这点是我们原生出来的 是想象的 没有通过那个点 就是中间的啊 就是中间的 只有中间那个点 只有中间那个线 其他没有啦 这个还是有 找他 有人一起找 就是焦点会觉得说 所有的光线从这个点来 那不在乎要所有 我们现在讲的是所有 焦点一直就是所有的光线 如果这些 假设这是一个铸托镜的话呢 铸托镜 我们所有平均路色的光 所有平均路色的光 都会通过焦点 都会通过焦点 我们会说 一个光线通过这个点 那焦点就无限多了 所以都会通过这个点 叫焦点 虚焦点的意思是说 我们想象 我们脑袋会告诉我们 所有的光线都是这个焦点来的 所以这就是变点 我们所有的焦点 但是它是虚焦点 问题是虚焦点呢 因为不是真正的 不是真正的 所以虚焦点就出现了 再问题 焦距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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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刚讲 猪焦的焦点怎么说 焦点知道了吗 焦点知道了吗 焦距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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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里是哪里 那里是哪里 昂 昂 写的那一条 这一条是焦距 先鱼 就是 焦点到 焦点到哪里 焦点到哪里 焦点到 我们要叫静心 静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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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静心的位置 这叫做焦距 OK 焦距 好 道理 这个焦距在哪里 静心到虚焦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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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問題 沒有 把地上進入關鍵點 為什麼兔頭筋可以放大 兔頭筋可以縮小 我們現在知道有問題 兔頭筋有問題 兔頭筋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先看兔頭筋 好 兔頭筋 我們用一個簡單的一條線 就一條線代表兔頭筋 好吧 然後呢 我畫出 通過靜心的線 我們取 這是我們在膠點 假如我們在膠點 這是一杯的膠點 一倍的膠點 一倍的膠距 這是兩倍的膠距 一倍的膠距 兩倍的膠距 假如我在這邊放個物體 可不可以 等一下 我們先看瓶琴注射的光線 瓶琴注射的光線通過哪裡 在膠焗的拜見 停请出水 光線通過哪裡 隨便透過膠點 所以光線足夠往往走 現在陣 можете祈求 有問題 在這裡 那通過靜心的線呢 通過T-T-T-T κ 通過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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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 通過近線的線通常是沒有反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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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過近線的線通常是會直接穿過去 因為想說我這個角度跟這個角度是一樣的 所以我再折射一次 我再折射第二次會回來 就交擬它原來的效果 所以它是直接通過去 所以通過近線的線通常是直接通過去 就發現這距離的焦點 所以我會發現我們的物質就是成像 成像的名字 就會出現在那邊 所以我只用偷鏡子 這是我的偷鏡 如果我們看到底線的焦點 是在這裡面嗎? 剛才配板上做事件 是定義的 沒有像是那個成像 你們看到成像 沒有 有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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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看到成像嗎? 這鏡子那麼不太好 8個燈管左右兩側 左右兩側啊各四個啊 但是我現在沒辦法找到一個很好的一個角度 你們願意的話那個看不見就站起來看一下 有沒有看到燈管 這個燈管是這邊的兩個燈管對不對 這邊的燈管是這邊的燈管 有沒有 那因為你看 它的距離是超過兩倍的焦距有沒有 這個物體超過兩倍焦距 所以它成像距離會在哪裡 會在一倍焦距跟兩倍焦距中間 看到沒有 有看到嗎 我在想什麼 我說這個燈的位置 距離這個鏡子的位置 是超過兩倍焦距 對啊 所以它成像會成像在哪裡 成像在一倍焦距跟兩倍焦距中間 我們圖上不是畫出來 這個光線我們改得上 我看到的光線 這條光線是來自於這個點 我看到這條線也是來自這個點 所以我會覺得這邊有個東西 有個影像 而且東西是正式存在的影像 有知道意思嗎 有知道意思嗎 有知道 好 找什麼 這什麼意思 夢 夢 夢有的 我們這個鏡子 它可以把一個東西成像距離 你看它怎麼成像呢 它成像是光線 經過它 經過它 就是光線還在跑 結果你看這個 日光燈的光線 經過這個鏡頭 它會往前跑 你跑到哪裡去了 不知道 不知道 那你怎麼讓它出現 用哪個東西 讓它光線打在上面 你光線打在上面 這紙會反射出它的光線 我們才看得見 所以我們用紙來確定它光線在哪裡 所以我們去移動 沒有紙 OK 我們找到了 找到沒有 找到了 沒有 沒有看到燈管嗎 沒有看到燈管嗎 沒有 那沒有就過來看 你的手 有看到燈管沒有 有 看一下燈管箱這個位置 我這個鏡片 現在這個紙上面所反射的燈管的位置 是反射哪個燈管 那個燈管 那個燈管對不對 那個燈管跟我的鏡子的距離 你看 我現在把它遠遠 我現在把我的鏡子往這邊移動 我鏡子往這邊移動 我鏡子往這邊移動的時候 我這個紙是要靠近它 你看 這燈管就更清楚了 有 那我如果通常去爐邊 我往後退 我再遠一點 我到這邊來的時候 好 我要聚焦 我這個紙瓶的位置 要變得更小 我這個紙瓶的位置 這紙瓶相對的位置會調整 有照顧在講什麼嗎 不知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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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想一下 我現在跟它的關係 位置關係 位置關係 跟我的樣子 交給我一樣 但這紙瓶相對不一樣 你想想看 這邊 假設我現在把這個物體往後退 我退到這裡來 退到這裡來 我橘色的這個物體呢 我的光線要打過來 打過來 我這條線是否通過比較變 這通過腳變 這通過腳變 這有條線變 有條線 對 我通過靜性的線變 對 靜性靜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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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就代表 好 我通過靜性的線 變得比較平行的 變得比較靠近這條線 對不對 我的位置在那裡 變成正的嗎 這是我的承鄉位置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承鄉中心是變大變小 變小 變小喔 所以你可以看喔 我剛剛 這個鏡子 這個燈在這麼遠的地方 我去讓它承鄉的時候 我承鄉出來的 這個燈管是比較大有沒有 看到這麼大 我到遠一點的地方 我讓它承鄉 這燈管變大變小 變小 變小喔 而且這兩個之間的距離 是變大變小 變小 變小 那你看 藍色的 這邊距離它比較近的時候 我這藍色比較遠 我的黃色變遠的時候 我這距離變近了 有看到嗎 有看到嗎 有 所以你們可以自己試一下 等一下 下一個位置我偷偷拿個鏡子 你自己試一下 我去照這個光線的時候 我讓它投影在我的紙上 去找它的承鄉位置 找它位置 你看這樣最清楚的位置 這個距離呢 如果有同學這時候 可以幫忙聊一下距離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點壓到另外的地方 再追照 那我就幫他距離 我這樣子變它 你到這裡來的時候呢 它變得很模糊的線 所以我必須靠近一點點 我才可以找到 清楚的怎樣 假設我這裡有縮小 有沒有 我這距離縮小 距離要縮小一點 好了 再想像一下 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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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這個光線是來自於遙遠的太陽 遙遠的太陽 是來自於遙遠的太陽 我這光線的聚焦在哪裡 會聚焦在哪裡 會聚焦在哪裡 想像一下 遙遠的太陽 光線聚焦在哪裡 很近在這裡 很近哪裡 會聚焦在這裡 會聚焦在這裡 這邊讓我通過啦 但是 我光線通過這裡 然後黏著這個焦點過來 對不對 那光線我從很遠遠的地方 經過靜心之後 會打在哪裡 很近在這條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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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近在這條線的話 會焦點在哪裡 會焦在焦點上 基本上是焦在焦點上 它比焦點上 所以假設你先拿 放大鏡 去照太陽 你會看到什麼 會看到什麼 假設太陽 會看到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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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亮的點 很亮的點 而且這距離是什麼 這距離是什麼 這距離是什麼 焦點 這焦距 對焦點 這距離焦點 那看到那個光光是什麼 是什麼 是什麼 就是太陽 看到那個光光 知道這是太陽的成像 太陽成像那邊 可是因為太陽太亮 所以我們這樣看 會不會畫像 所以假設你現在想看日眠 有沒有辦法 日眠 什麼是日眠 知道嗎 日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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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眠是太陽上面的一堆 像火灘爆發的那些光線 怎麼看比較好 你可以拿個靠鏡 後面拿一張 拿個那個底片 或者拿個比較深色的紙 應該是底片比較好 它光透到它的肉 你可以從這邊 就可以演講 可以遲到陽光的樣子 那就可以去看到太陽的形狀 你聚焦清楚的話 這太陽就很清楚的形狀 是聚焦在這裡 那如果甚至可以看到太陽黑質 有時候太陽黑質會比較大 你可以在這底片上看到太陽黑質 喔 你的聚焦 這個聚焦 這個焦點就是太陽的樣子 就像我們現在 我現在這邊可以看到 日光燈的樣子有沒有 我這邊可以看到日光燈的樣子 同樣道理 有些遠的太陽 經過透鏡之後 它呈現到這裡 那你看 我現在這個玻璃 外面是個 有一些 不同的景象 有沒有看到 放過我 你經過透鏡之後 你可以把它呈現在這邊 所以這是要對焦 我們對到什麼焦點 對到什麼位置 可以讓你呈現清楚 什麼位置可以讓你呈現清楚 什麼位置可以讓你呈現清楚 這個焦點跟什麼樣來決定 就跟我們這個關係是有關的 這個透鏡的位置 這是我們的窗戶 假裝我們窗戶在這裡 它呈現在哪裡 就跟它的焦點有關係 就跟它焦點有關係 好了 這是我們的透鏡第一個功能 第一個功能是成像 把很遠的地方 成像在近的地方 其實這個道理有什麼 就是我們相機的道理 現在大部分的相機都這樣做 它把這個 我們剛剛講過 這個身孔相機是最早的相機 那正統的相機 討論是因為它孔很小 所以它通過的光線很少 通過的光線很少的時候呢 你要拍不清楚 對不對 或是要曝光石一樣 對不對 可是我透過透鏡不一樣 透鏡的鏡子這麼大一個 光線會通過很多 可是我透過透鏡之後 它就可以取得一個很清楚的成像 對不對 所以它就有兩個好處 第一個好處是 它的光線很多 成像清楚 所以它可以取代正統相機 這樣清楚嗎 好 好 那個取代正統相機 麻煩呢 回去法課本 一定要看一下 我們 一般來講 是我們慢慢的 因為我們長時間看進的東西 長時間看進的東西之後呢 你的身體被壓縮 就是我們長時間做一個姿勢的時候呢 你身體的肌肉就被定型了 你會肌肉移動 它就是失去彈性 失去彈性 之後 你想看遠的地方它拉不開 你的水晶體拉不開 對 你的水晶體拉不開 拉不開之後 它就沒辦法成像在四趟的位置 好 那我是你 這個 這個 水晶 好了 記得 下禮拜把那個 下禮拜把那個 工的部分 應該要做個結束 好 好 先走 好 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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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是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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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